由科技部 台师大科教所 台铁管理局 共同合作举办的科普环岛列车 全台走透透 从台北出发来到板桥跟桃园站 学生不只在车上体会火车高速行驶 如何刹车的实验 离开了板桥站 下一站的桃园站活动同样精彩 学生忙着排队完 利用光学原理产生的无底洞 我们希望把科普全部深入到各个家庭 因为我刚刚其实跟那些小朋友在谈的时候 我也跟他们讲 我说你学起来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 未来当我们台湾生活水准越来越高 人工越来越贵的时候 有时候你利用一些科普的知识 很多家庭里面的一些小问题 自己就可以解决 而上了火车还有高速火车 如何刹车的有趣实验正等着他们 不管是踩铁或高铁 它行进速度很快的时候 比如说时速300公里 它不可能用刹车皮刹车 对不对 耗损太厉害 所以这么高速的火车 我们通常是用电磁感应刹车 然后我们会让学生在列车上 他实际上做实验 去体验电磁感应刹车的阻力有多大 利用过电流效应产生阻力 不需要碰触 靠着电磁感应就能达到刹车效果 让学生们嘖嘖称奇 还有看见相对论效应的实验 用平板拍摄车外景色 了解物体以接近光速移动时 会产生的扭曲变化 你到了什么 相对论 如果你跟光速一样快 你有机会看到 有机会看到一个物品扭曲的现象 有可能可以 也会非常有趣 因为我们的这个火车 没有办法像光速这么快 所以我们在这个车上上 做的是一个类似的实验 引导小朋友们了解相对论 在火车上做实验 向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致敬 科普环岛列车 也让科学种子在全台湾各地发芽 记者朱淳 熊如喜 张凯翔 宋头部罗